孙子兵法 第十篇 地形篇 黄天荡之战 料敌至圣 既 显 爱 远 近 上将之道也 意思是 地形是打仗的辅助条件 正确判断敌情 考察地形显异 计算道路远近 这是高明将领打仗的方法 公元一一二九年 金武术扫荡南宋建康 在后撤的路上被韩世忠伏击 京军遭受重挫 且战且退 将军 韩世忠又追上来了 什么 让士兵们快划船 我捉金武术 追 停船 不用追了 将军 为什么不追了 这黄天荡失条死路 只能进不能出 我们只要守着出口 看金武术往哪里逃 将军果然高明 金武术逃进黄天荡之后 发现失条死路 较苦不迭 可是退路又被韩世忠封锁 一连四十天 金武术都被困在黄天荡内 将军 我们已经被困四十天了 我知道 我也在想办法 有了 重赏之下 必有勇富 去 悬赏 谁能救我 我就重重有赏 是 三日后 将军 这位先生说他有办法 助我们脱离黄天荡 真的 将军不用着急 黄天荡还不是死路一条 先生 有什么好办法 将军有所不知 在黄天荡北面十多里的地方 本来有一条老贯河 可以知通秦淮河 但这条河被淤泥堵塞住了 如果将军能够派人把它挖通 淋水入内 那就有出路了 好 太好了 事成以后 一定重重有赏 还不快 照先生说的做 一个月后 京军果然挖通了老贯河 找到了逃命的生路 将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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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探子来报说 金武树 追开河道逃跑了 将军 我们快追吧 不用了 估计金军援兵很快就会到达 我们也撤吧 金武树 下次看你还往哪里逃 地形 极是作战的辅助条件 优势与劣势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转化的 关键在于指挥官审师多事 寒师中利用地形围困金武树 而金武树掘开河道 也是利用地形的表现